欢迎回来能占全明星世界 学长来了这一集要带大家认识的学长 知名度非常高 但大家会认识他是因为他的球技 他在中华职棒的优异成绩 这位穿上迷彩服的人 是职棒铁补前统一师的总教练曾志珍 他入伍服役的单位是已经裁撤的陆光棒球队 原本入伍服役也是为了国家 为了国军征战各大赛事 但也因为陆光编制在空降旅 所以他和许多棒球好手都被送到屏东空降训练中心 接受伞兵的地面训 同时也完成五次的基本伞训 学长来了一起来看热血伞兵职棒铁补的故事 在职棒元年开始 这首歌就成了职棒每场比赛开场之前 一定会在现场播放的歌曲 这一位自弹自唱的人 他早已经不是军人 但他来头可不小 这一位大学长退伍已经四十多年 学长来了 他是前统医师棒球队的总教练曾志珍 曾志珍绝对是中华职棒第一代铁补 也绝对是个传奇人物 因为他的盗雷阻杀率高达四成九九 这个惊人的记录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人能破 没有给曾教练太多热声 拍摄之前我们也没有跟总教练说 要请他长传阻杀二累 以他六十五岁的年纪 虽然稍微传短了一点点 但是准度和动作 一点都不输给年轻选手 我今年进我们中信金融管理学院 今年已经进入第七年 第一年我在比较辛苦的情况之下 仓促把中信金这个学校 棒球队成军 但是第一年我们在打交的时候 我们就有不错的成绩了 特地到台南来访问这一位职棒前辈 但他其实也是过去 国军陆光棒球队的成员 因为你那时候进到陆光棒球队 你是一直在延续你棒球这条路 因为在我们这个年代 我们当兵都是两年 要不然就是三年 所以你如果说你没有进到球队 你看两年都荒废 你有可能你的棒球路 就这样子就断掉 所以在我们的年代 我们轻轻说陆光 我们陆军棒球队还有 还有继续的存在 曾志珍当兵的年代 台湾还没有职业棒球 到陆光棒球队 反而可以延续棒球生命 但谈起陆光棒球队 他说当年的阵容 其实都是一时之旋 跟你讲都是在全国全市抢的 而且几乎都是冠军热门的球队 因为你想想看郭源志这种卡 是在陆光 谈起棒球 曾志珍满满自信 说起跳伞 他则有满满的回忆 之前也有过这种听闻 但是我们认为这种事情 已经被发生在他们身上 就说如果成绩打不好 好像会有说 成绩打不好你们要跳伞 因为我们棒球队 隶属通降单位 没有去跳伞不停 所以我们整个球队 就从龙潭做那种慢车 火车就慢慢 扣扣扣扣扣扣到屏東去 那我曾经就是在 在降到稻田里面想说 这个稻田反正都是水嘛 就直接不滚翻 结果脚踩下去 就屁股直接坐下去 那个尾椎脊椎 那一次好在自己够强壮 要不然一般人真的可能 会变成是一个长期的伤害 学长虽然练过 但也绝对不是正确示范 当年跳完五次基本伞 曾志珍就再也没有 来到过伞降场 看着天空中的伞兵 他拿起手机不断拍照 也回想起那段 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时光 我们比如说跳下来 你就要跳出来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然后如果伞没有开的话 我们就是要重复说拉覆伞 但是他们那个雨掉 那个伞音我就觉得很好笑 站在伞降场上 曾志珍依旧保有年轻时的热情 大学长既然都来到第一线 那就重温一下也占收伞 好虽然那很久没有收伞 那我先帮你把伞给铺开来 让你熟悉一下 当你每收一鼓的时候 人往前走 然后把你的伞音收在你两手臂之间 然后OK 游下往上落 游下 对 人往前走 对 果然是伞兵 慢一点 慢一点 对对对 果然是学长都还记得重点 要用伞绳压住伞衣 学长犯了一个错误 这时候待会收完要先跳二十个 你发现什么问题 脱离了伞带 对 对 教官会跳二十个 对 学长 收完我们再跳二十个 收完我们再跳二十个 叫超级大学长腿力训练 这位教官真的很勇敢 但是伞兵的训练就是如此 没有放水的空间 因为伞兵跳出机门之后 没有林兵可以帮忙 没有教官可以救援 就只能靠自己 报告教官 谢谢 报告教官场内走路人安无安 报告教官场内走地人安无安 好 入列 腿力训练二十个 好 预备 好 预备 好 预备 让自己又回复到当兵的感觉 对啊 太棒了 太棒了 对称为天空人的散兵来说 没有办法从天而降 确实会少了点什么 那就换上迷彩服 到空降训练中心 来挑战一下高塔训练 续续 身材走样 OK 爬上四层楼高的高塔 准备要挑战 人类对高度的最大恐惧值 但对这位老散兵来说 他要挑战的不是技术 而是勇气 一秒钟 两秒钟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四秒钟 检查室 注意事中 准备着路 对对对对 那记得在打鼠四秒一开始的时候 头要往下来 机高弯 手不停 我放轻松 记得当你跳的时候 往我手指方向 四十五度 跳出去 拍屁股就跳喔 拍屁股就跳喔 学长 好 拍就跳喔 好 跳 保护场 一秒钟 二秒钟 三秒钟 重温高塔的感觉 曾继珍说他从来都没有想过 能有机会再来一回 既然都来了 跳一次真的不过瘾 现在这个岁数的 能够从上面跳出来是一种勇气的展现 太棒了 太棒了 现在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这边 体会以下人类的高度的极限 而且跳两次真的是太爽了 大板 好 膝盖弯 股底紧喔 拍屁股就跳喔 好 跳 一秒钟 跳第一次是圆梦 那跳第二次就真的是享受了 曾继珍更要告诉大家 他还不老 他正走在壮世代 我曾经就跟长官讲说 65岁其实还在壮年的阶段 所以我在这边自己个人的一个想法 其实不要把60岁以上到80岁就把它定位 尤其在60岁到70岁这个阶段 不要把它定位适老 起立 好 起立 转面向肌纹 对 好 前后脚站出来 踏上413栋运输机 这样的场景对伞兵曾智珍来说 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是机舱里跳伞前的各种情景 大板 一 二 好 很好 OK 就这样这个动作 我拍的时候就跳 但是不要真的跳 不要真的跳 好 跳 陌生的部分 这绝对是曾智珍第一次走进C13栋运输机 因为当年跳伞 他搭上的是俗称老母机的C119运输机 在跳伞可以来讲 比我们在打一场世界杯 或是一些国际大赛 我跟你讲还紧张 因为我们一场球赛 比赛下来 汗没有流那么多 但是每一次跳伞 跳伞然后伞收一收 然后回到那个部队 整个全身湿透 真的觉得他的身体肌肉机 真的是还蛮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稍微点到一个点之后 他的动作都可以很确实地做出来 而且还蛮标准的 这一套穿上去的时候 我很自然就觉得我是个军人 我的腰杆 对 我的精神 就像军人那种 要有那种军人的斗志士气 这个无形中 这个人家说 只要穿上战袍 你就要像个样子 我既然穿上战士的服装 我就必须像一个战士一样 穿这套服装 真的是有一种荣耀感 穿上球衣 在棒球场上的曾志珍 靠着不服输的信念 赢了一场又一场的比赛 穿上迷彩服 跳下高塔的那一刻 他是重温那个当年 满腔热血的路光球员 那个曾经征服天空的特战小兵 一辈子都骄傲的天空人